大家好我是愛麗克斯 我是小賽 今天要來介紹柳丁 聽說是對標一些比較有名的拍子 大廠牌的拍子 那我們來試試看他的這個CP值 還有他的他的表現到底怎麼樣 來吧 我們來試試看吧 我們今天實測完了柳丁 那我們來做一個總結好了 你覺得這幾支裡面你最喜歡哪一支 說實在如果加上進攻 我還是會選火 選火之呼吸 對火的那個手感是好的 如果他可以再輕一點就好了 他的灰重對我說確實有點負擔 原本我是覺得四到最後水應該是最優秀的 可是在上手球的一些回饋 我覺得他的安心感不夠強 所以我覺得火的那個安定感 讓我覺得我還是會選火 對啊說到灰重啊 我覺得這一家他很細心的是 他握柄上面 都有備註 基本參數其實都在上面的 我覺得這還蠻貼心的 對值得先提一下 台灣的總代理在8月會辦一個試打會 想要體驗到跟我們一樣的手感 趕快去吧 可以先去試試看 然後再說回來 我覺得水跟火 這兩支應該是他們裡面的旗艦 就我們全部試下來 我覺得這兩支打起來的感覺是最舒服 然後他的個性是最明顯的 調教的最好 對 所以調教的最好 水跟火 水 你覺得他有像什麼嗎 11 Pro 11 Pro 我覺得超像的 很像 但是比11 Pro再多了一個脆感 對 他比較不會那麼黏 對 比較不會那麼黏 我覺得是框硬啊 框硬 所以讓他出球更乾脆一點 那你覺得火呢 火啊 不錯 有像什麼嗎 還是不像 因為這支應該是他們自己開發的框型 因為他在這個上緣這邊啊 有做一個小破風 然後其它是核框 揮起來的那種破風感像黑金准 有黑金准的那種揮速感 但是整體的回饋感我覺得 比較像龍一的那種下壓感 稍微點一下稍微點一下 他的點頭感蠻明顯的 而且這支頭有重 那你覺得在瓶球這兩支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這支比較好 你覺得水的那個瓶推的操控性會比較好一些 對 然後更乾脆一點 然後這支就真的就比較沉 會擺一下擺一下 在切球呢 切球 我覺得切球跟長球一起講 切球跟長球我覺得火比較優 對真的是頭中的優勢就出來了 他的 不管是穩定性啊 還是他切過去的角度 我覺得 火真的 蠻優秀的 真的蠻優秀的 那在沙球呢 沙球的話我覺得 火確實 真的是比 水再優秀一些 對啊畢竟他頭中就擺在那裡 而且主要是 在下壓的時候 火再打歪掉 我的結球點偏移的時候 它的容錯率比較高 但是水就很 如實反映你的角度 所以你的拍面的控制要更精確一點 要比較準一些 然後 在700 700我覺得它跟原版的 我覺得大概有八成吧 八成像 它的框的紮實度 還有它的硬度 其實我覺得都比原版的 還要再更硬 更紮實 我覺得柳丁的700 它打起來比較韌 多了一個韌感 揮感是像的 但是 揮感蠻像的 極道球的揮揮感不太一樣 對 原版700會感覺比較脆一點 然後這個柳丁700感覺比較韌 韌彈的感覺 在平球的時候呢 滿均衡的 我覺得這兩隻就是很像球派一面的模範生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什麼乖乖的 這個價位的乖乖牌 哇 我覺得這個CP值很高 很高 強球呢 強球的話 3U的接力感比較明顯 我覺得帶出去比較有慣性 對 我覺得整隻搭起來很紮實 很紮實的感覺 4U就要靠一點甩動 對 但是又蠻好甩的 我覺得4U還算蠻好甩的 切我覺得比較沒那麼好切 對 切球 比較沒辦法清楚的知道在哪一個球點上 簡單來講啦 切球的手感有點略弧 嗯 略弧一點 可能是它刃的關係吧 對 那你覺得在殺球呢 調性完全不同 4U就是真的拚雙打 然後連罐 重連罐 嗯 然後多拍快速下壓 很好 還有那個加壓加速感 就是你會感覺到它是拍頭 中感上半段在做加速 有一個彎折 對 然後3U的感覺就是整隻在罐 整隻 對就是很有那種打單打 長殺重殺的那種感覺 長殺重殺算是這隻3U的特點 我原本以為只是重量上的區隔而已 可能它的擺盪感是差不多 結果打感不太一樣 嗯 是會有那種兩隻拍子的感覺 對啊對啊對啊 拍數一樣快 但是框琴都是薄框 然後速度快 但是 它在給你殺球的體驗上 會有蠻 蠻巨大的落差 嗯 我覺得差蠻多的 那你覺得3U跟4U你會怎麼選 我嗎 對你會怎麼選 一樣我覺得單打3U 單打3U 但是一般來說還是會建議是 一般在4的破風框 4U的手感 嗯 就是像700或者是JS12 二代 嗯 手感 這個價位來講 就是真的CP值很高 CP值超高 其他廠牌的中間拍要小心 真的 要小心 小心嗎 對啊 因為這個回饋感 可以到快3000塊左右的手感 對 它的那個致震 我覺得很屌 對 沒什麼震感 對 它沒沒 它吸收的蠻好 不會踩踩的 舒服舒服的 欸 對 講到踩 你覺得跟那個YY的那個 Next Edge 呵 你說彈性嗎 對啊 我覺得它彈性 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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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吸震感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它那個VDM跟這個吸震感 我覺得可以平 對啊 可是在中間的彈性上 可能這個再好一點 當然 你要說它很彈很彈 沒有 但是它就是給你足夠的彈性 夠了夠了 但是我覺得是框 它的框的硬度讓你 安心感蠻 蠻足夠的 欸對 說一下它的耐棒 3U到29啦 U到27 27 然後在100ZZ的話 柳丁ZZ 我們試一下真的比較不喜歡 我們裡面最不喜歡它 對最不喜歡 它打起來有一份彩感 然後它的彈性我覺得也沒這麼好 而且它的灰感 它的灰 回饋感覺得有點怪 很薄 打起來薄薄 雖然它是核框 可是它打起來就是薄薄的 對啊反正 沒有什麼很紮實的手感 有點跟它的定位有點相去甚遠 就是不太一樣 對啊對啊 那你覺得整體這個品牌啊 你覺得給你怎麼樣的感覺 我覺得有在挑戰旗艦的感覺 有在挑戰旗艦 有在挑戰旗艦的感覺 就是它沒有很安於說 我就是做一個中規 中階的那種品牌 對它有一點點在就是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在做一些調教 在做一些突破 在一些材料上 或者是它的平衡上 我可以感覺到它 不是安於 只有在中階這個價位上 尤其是這兩隻啦 水跟火 水跟火我覺得它真的是 有讓我大開眼線 我就有那種準旗艦的感覺 有這種 在這個價格裡面來講 我覺得算是蠻好的一個選擇啦 對啊 瓶球 我們挑一隻你最喜歡的 瓶球嗎 對瓶球 你的4U的700 4U700 對 瓶球700 它的回饋感是最舒服的 最舒服的 而且操控感 主要是操控感很 很跟手 好 你最喜歡4U700 我最喜歡是水之呼吸 水之呼吸 對瓶球的話 那在長球呢 長球嘛 就會這隻 你比較喜歡火之呼吸 對 OK 我也比較喜歡火之呼吸 就頭中了 頭中就是頭中嘛 很舒服啊 輕輕帶就好了 那你覺得在切球呢 切球 火吧 你喜歡火 但是火跟水我覺得五五開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水之呼吸 如果在切球的話 那在砂球呢 砂球 完勝 這不用講 一定是火之呼吸最強 很爽 對啊 加乘感很有 很讚 整體讓你選一隻 你選哪一隻 火吧 火之呼吸 我覺得火 我會選水之呼吸 好我們剛好水火布隆 拜拜 火跟波羅 柳丁的開槍實測 對 那喜歡 對柳丁有興趣的民眾 記得八月份的時候 他在台中 有辦那個四打會 然後記得可以去 長線體驗一下 好那以上就是 這次的評測 那記得幫我們按讚 低音樂已經開啟分享 小鈴鐺 小鈴鐺 好小鈴鐺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這明顯就是比較高接拍的感覺 可是他的錘感 很像龍牙耶 重重的 他上面有破風喔 喔這個好多了 對啊 這個紮實感就上來了 真的不是刻意要編啊 但那個真的不行 好險你先給我試100Z 要不然 Sorry TN啊 11 Pro出來了 11 Pro出現了 虧感有像啊 但我覺得打感比 11 Pro乾脆一點 對啊 對啊 哈哈 殺到點炸 欸你要先 好燒 直接殺就好 哦你要直接殺 好 我切一下 切切一下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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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支這支切最好切 回歸感最清楚 會變成你的教課神拍 這五支要挑一支發多球我會挑這支 這支比較省力 弱點很尖耶 對啊不要前 好了五支這支最穩 啊 啊 哇 超難攻 其實不錯耶 有點像齁 你覺得跟線有關係嗎 對阿 我也覺得好像還好耶 好 這感覺好像整隻在擺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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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